9月14号 有一条16000年前的蓝头骨化石的视频 一度登上了微博勒索榜的前几位 某一看让人虎去一阵 难道蓝类进化石又有重大发现了 转眼一想不对呀 初中历史课本里 山里动物人都已经是距今约三万多年了 这个记者近日有点让人头疼 网上一查 果然龙安亚怀动的考古发掘工作 开始于2015年5月 终止于2017年9月 相关发掘成果 2017年也早就有详细报道了 微博突然窜出来这种好几年前就有了的消息 搞得我以为穿越了 我们之所以对蓝头骨化石这么敏感 可能与神秘失踪的北京蓝头盖骨有关 1929年冬天 考古学家开始在北京西南角的周口店发掘 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 一些完整的圆蓝头盖骨 定名为北京圆蓝 也叫北京蓝头盖骨 1941年 北京蓝头盖骨被移交给 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同年12月5号 该部队锁成火车失望前黄岛 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 北京蓝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这神秘失落的矿石国宝 不仅是一项科研损失 也是中国民族情感的缺憾 为什么我们都有种印象 人类化石很难找 但是更古老的恐龙化石却很多呢 地球从古至今存在了46亿年 其中恐龙存在了1亿6500万年 就是人类在恐龙灭绝6000万年后才出现 也就只有500万年的历史 如果把地球到现在的历史比作24小时 那么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过三秒钟 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短 我们应该知道化石形成的条件有多么苛刻 化石是存留在岩石中古生物遗体 遗物或生活痕迹 最常见的是海骨和贝壳等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 是生物物理化学三种现象的结合 而化石的形成需要一些特殊条件 1.此处的有机体被迅速埋在沙土 淤泥或河泥中而没有分解 海底和湖底也是非常有利的环境 草原和沙漠也不错 2.此生物不曾腐坏 而有矿物逐渐取代该生物体的有机物质 3.化石若要保存几百万年不变 必须在湿化后不再经历任何的地质变动 从数量上来说 人类只有质能一种 而恐龙呢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吃草的吃鹿的 长毛的没毛的 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000多种 可以想象一下 1000多种动物生存了1亿多年 留下大量化石那不是很正常吗 而人类或者说质能 只是在地区上存在不超过20万年的一个物种 化石数量比不过恐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如果单挑出恐龙的一个种类 比如说暴龙科的霸王龙 它的化石完整的个体不超过10个 而脊背龙连一个完整的化石都没有 这才是和人类同一个量级的物种 还有很多种类的恐龙 生存了几百万年 连一个化石都没留下 这么一说就很好理解 人类化石为什么很少了 恐龙生存时期的地质变动剧烈 不在大陆还没有完全成形 火山爆发地质频繁 所以尸体就被埋在火山灰啊 土之类的底下 尸体保存的比较完整 而人类生存时代太短 产生化石的地区和条件少 当时的天敌众多 死后基本上被吃掉了 人类又是群居生活的 且具有智慧 部落中一个个体死亡 必然会被其他人发现 大大降低了形成化石的可能性 最后的结论就是 人类当然有可能形成很多化石的 但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 时间跨度必须足够大 地质时期的衡量单位 都是用百万年来衡量的 要满足化石保存的可可条件 出现新的构造运动 人类跟随成岩作用变成化石 在2019年 考古学家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发掘时 发现一个380万年前的原人头骨化石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不仅是一个罕见的完整原人头骨 而且带有颠覆当前 人类渐化石认知的重要信息 其核心信息是 以前我们认为前后演化的古人类谱系 可能是并行发展的 历史的真相可能更复杂 人类的祖先到底是出了哪一只 眼能成米 好了 谢谢您的看我的视频 喜欢的关注下 拜拜